如果你打算要买葬红花又从来没用过 也许会想先了解一下葬红花的用法吧 该怎样把葬红花添加到烹饪当中呢 要如何储藏葬红花 这些信息都可以在Masaius Saffron的浸泡指南当中找到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会手把手的教你 葬红花的用法有很多 用量也取决于你想得到的功效与食材 全花丝浸泡法 如果你要在烹饪中使用葬红花 依照经验惯例 是将一份葬红花放进四份室温液体中浸泡半小时 以达到充分溶解 你会看到葬红花在液体中充分的绽放 可以使用水、牛奶、奶油、高汤或肉汤 每一种液体的溶解度都各不相同 因此浸泡的时间长短也会有差异 由于脂肪的存在 葬红花在牛奶和奶油中的可溶性 会明显低于水、高汤或肉汤 如果你想在牛奶或奶油中浸泡葬红花 最好是先把定量的葬红花倒进水里浸泡一回 然后再把泡过葬红花的水倒进牛奶或奶油里 粉末浸泡法 想要加速浸泡过程的话 你可以把葬红花放到盐玻璃 加一小撮葬盐或糖 用盐柱将葬红花磨成细粉 再倒进水里搅拌 然后将粉末溶解后的水加到你所选择的食材或液体里 要注意最好别在烹饪过程中加入葬红花 或者将过热的液体倒进葬红花里 因为葬红花是非常娇弱的香料 高温会戳伤葬红花 造成味道的流失 会让人失望 相信这也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储存 葬红花必须要储存在干燥环境里 远离阳光的执照 并保存在室温环境中 最好是把葬红花存放在原装容器里 然后放进橱柜或是食品间 满足这些储存条件 葬红花能保存好几年 品质和效率也会保持不变 感谢收看我们的视频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留言评论哦 在这个系列 我们还会发布更多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 希望为你提供更多的资讯 欢迎访问官网 了解更多关于葬红花的信息